最近SUV制造的JEP将推出一款车型叫做大指挥官的汽车 听到这个名字相信不少人都知道了 这是当年价值60多万的SUV 有些人就会想到现在复活了要重新销售了 其实只要对车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两款车就是名字一样其他没有关系 JEP的车型是越野的样式 车的厂宽高分别为4873乘以1892乘以1738毫米 而轴距则是达到了2800毫米 它的后排空间大 后备箱的容积也充足 整个车型高端大气上档次 线条完美 看上去也有气势 它的内饰方面设计的是左右相对称的 不过这也让内饰看起来不俗气 空调的出风口设计也比较时尚 来提高内饰的质感 还有大尺寸的中控液晶屏让视野更清晰 内饰的整体有点像美式风格 迎合了部分消费者追求个性的需要 后排的空间有七座 这种设计让后排的空间更充裕 车内的做工也精细 配置的也很齐全 座椅舒适安全 扶手设计的也比较人性化 还有全景天窗 它的发动机搭载了新一款的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最大马力可以达到256 它的省油性也比较高 底盘也高 还拥有选择路况和陡坡缓降功能 只要不是太夸张的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感谢观看